那首先呢 我們按到慣例 我們來看巴赫姆特 巴赫姆特的話算是個絞肉機 已經從去年8月1號開始 一直到現在為止 幾乎已經被俄羅斯 這個全部 像被瓦格納的傭兵攻占 那這個西方國家媒體 認為這個烏克蘭的軍隊 經過整訓之後 也具有強大的戰力 它適合略無掌握 然後這個俄羅斯的軍隊不堪一擊 那我的想法不一樣 我認為仗在烏克蘭加利達 而且現在巴赫姆特 已經幾乎全部落入 俄羅斯跟瓦格納傭兵的手上 那只有我們可以看 目前這個態勢圖 這個態勢圖看得出來很清楚 整個巴赫姆特 已經在這個控制區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粉紅色這個曲線 有這個曲線就是控制區 整個巴赫姆特 已經被俄羅斯組占控了 所以跟西方國家 所講的完全不一樣 巴赫姆特大反攻 最重要的是 烏克蘭的軍隊 是致重點於北跟南 北邊之道向他們打 這邊有巴赫姆特水庫 這門打到巴赫姆特水庫的邊緣 向這邊推進 他是想把這個打開 因為這個北端跟這個南端 相距五公里而已 它兩個一合攏之後 那整個這個大區塊 就變整個俄羅斯所占據 所以他要把這個缺口打開 打開之後 從後面包抄到巴赫姆特 斷絕 俄羅斯巴赫姆特 這個軍隊的補擊線 也就是所謂的作戰生命線 是叫這個樣子 但是問題是 他只推進了 整個這次大防攻 總共推進了560公尺 就沒有辦法再推進了 已經到達到水庫的邊緣 你看他從北部 南部 南部的地域也實施打擊 現在俄羅斯自重點 針對動武動六跟動武動四 這是這個公路實施攻擊轟炸 因為這兩條是烏克蘭的補擊線 像前運部隊武器 槍炮彈藥 是從動武動四跟動武動六 這是兩條烏克蘭軍隊 最重要的生命線 現在烏克蘭確保這兩條生命線 因為巴赫姆特這邊 潰敗的這些烏克蘭軍隊 要順著動武動六 跟動武動四的軍隊向後撤 要這個樣子 所以現在俄羅斯在切它 那同樣的 烏克蘭軍隊要從後面包抄 但是問題是 這個作戰效果有限 在北部的區塊跟南部的區塊 總共收復了17平方公里 但是問題是 整個巴姆的淪陷 現在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再看下一張圖 這個緊接著它這個 兩個的 這張圖上面一張圖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這張圖是重點於南部 可以看得出來 南部還有北部局區 剛才已經打到巴赫姆特的一些邊 現在打到邊緣去了 整個巴赫姆特水庫已經在這個地方 那現在的話 這個在巴赫姆特 俄羅斯跟瓦卡納有名繼續去攻勢 向須去奪取巴赫姆特的這個 我們叫做西郊 已經在這個地方西區了 東區整個都被俄羅斯控制了 只剩下西區 然後繼續往前攻 現在 然後烏克蘭軍隊就向北跟向南打開 但是問題是工資有限 總共投入 烏克蘭這一次總共投入14個旅 14個旅 14個旅的話將近3萬多人的部隊 在這個就在這個區塊 14個旅 3萬多人就在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不大 大家知道巴赫姆特就41平方公里 那麼大我現在畫到了 現在居民不到2000人 本來是7萬多人 現在不到2000人 大家可以知道整個這裡送空 這個地方本來是講俄語的地方多 俄語 俄羅斯語 所以俄羅斯的居民是比較相對比較多的 重要的工業城市 所以為什麼這個地方不能攻避戰 俄羅斯採取攻勢 守必顧 烏克蘭才守勢 一定要奪取 但是現在目前 這個巴赫姆特全軍 已經在俄羅斯的控制之下 那這次俄羅斯有一個新的戰法 就是他用非常多的無人機的機群 尤其這個Supercam Supercam的這無人機 飛得非常慢 大概90公里的速度 時速90公里 非常慢 它的寬度3.8公尺 非常寬 我們的肩膀展開 還沒有到3.8公尺 非常寬 在速度非常的慢 它羅線在這個地方 這個做偵察 你要打不打 打的話消耗彈藥 刺針飛彈或者是高炮 但是你打的話你消耗彈藥 它這個非常便宜 因為是大量量產 這個Supercam的15栋 還有Supercam300 那個一放飛的話 幾十架七百架 你要不要去摧毀 上面掛的這個 在下面的肚子下面 因為這張照片看不到基附 基附的我 因為今天的這些相片太多了 我就沒有照基附 基附下面還可以掛電子光學相機 晚上的時候可以掛紅外線 熱顯像儀可以 原則上都是白天出動 白天出動的話就掛 這個一歐電子光學箱子 把所有的戰場的影像 透明度 這個烏克蘭軍隊的這個動態 部署的狀況 它調動的情形 可以掌握力清而出 這Supercam的這一次 現在的俄羅斯 它自己生產的廣泛運用 很便宜 你拿飛彈去打它 拿次針飛彈打它 那你虧了 因為它便宜 次針飛彈貴 是這樣 或者其他的復仇者飛彈 或其他的地堆攻飛彈 打它都不划算 那它會大量放飛 掌握整個戰場的情報 它不是自殺機 它不是自殺機 壞了壞了就壞了吧 反正就是這個 它這個是非常的物美價廉 非常廣泛的使用 而且俄羅斯採取這個方面 它不再省這個 無人機的這方面的錢 我們可以看巴赫姆特最新的狀況 巴赫姆特買木穿椅 一片焦土可以看得出來 俄羅斯跟瓦格納傭兵的 俄羅斯的國旗 跟他們的這些旗子都出來了 你看後面 我們可以看 最重要看後面 俄羅斯軍隊的後面 你可以看得出來 整個都是一片廢墟 非常的清楚 廢墟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現在這個俄羅斯跟瓦格納傭兵 都已經講了 已經完全解放了 在這個狀況 那我們可以看 這張圖 又是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另外角度 我們知道這些瓦格納傭兵 還把俄羅斯的國旗 用在這個地方 俄羅斯國旗大家知道 這個白藍紅很清楚 這些軍隊在這後面 後面就是一個巴赫姆塔城市的邊緣 這個在巴赫姆塔的西區 就是在烏克蘭邊境 他整個已經解放 可以看得出來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跟西方國家廣泛媒體的報導 說烏克蘭已經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在巴赫姆特取得了一些戰果 其實那是在北區 在巴赫姆特水庫附近 同時動五動四跟動五動六號的公路 現在目前都在俄羅斯的軍隊的轟炸當中 讓他的這個作戰的部隊 還有他的補給線沒有辦法倡通 是這樣 前面的部隊沒辦法後退 後面的這些作戰的 這個後勤保障的物質沒辦法前送 會造成巴赫姆特的 巴赫姆特烏克蘭的這些軍隊 他會活力不济 換句話說 也可以讓瓦格納傭兵或車臣支援軍的部隊 向西推動 推動 推進 非常的快速 我們可以看出來後面 整個是一個滿目瘡痍的 當然西方國家也有知道 這個中共已經介入這個俄烏和談判 但是毫無俄烏和談 這是這個中共派的外交部長到烏克蘭去 希望能夠從中斡旋 這個烏克蘭跟中共的國企非常的清楚 而烏克蘭在大家的這個左邊 那中共的這些談判的代表團在右邊 那有一些沒辦法達成任何共識 所以是無疾而終 因為烏克蘭要承認要 俄羅斯無條件撤軍 然後所有侵占的領土全部歸還 那當然多不容 我講過了打仗開戰容易啊 要停戰非常難 因為雙方沒有任何的互信 雙方所提出的條件 沒有任何交集 南遠北撤都不上 所以現在這個會談完全是白白的沒辦法進行的 因為要所有交出現在俄羅斯所佔據的這12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這不可能的事情 事後甚至要做戰爭的賠償 戰後的重建 俄羅斯的這些 他的外匯存底 通通都要沒收充公作為重建的金備 這不可能的嘛 烏克蘭提這些條件 俄羅斯怎麼可能 這就是叫俄羅斯去投降 所以就沒辦法 這也就是徒勞無功 這個非常的清楚 中共有介入 有做調停 有做調和 但是絕對談不攏 這也是我經常講的 開戰容易 停戰難 因為沒有互信 沒有交集 西方國家現在也開始要提供 烏克蘭現在一直要提供希望能夠戰機 提供戰機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暴風 暴風戰機可以看得出來 它前面有一個壓抑 暴風戰機 希望能夠獲得英國的暴風戰機 像英國提供了烏克蘭地利空的飛彈 中遠程的地空飛彈 還有我們講到裝甲運兵車也是英國提供的 但是現在烏克蘭有像英國要 暴風 暴風戰機可以非常清楚 你看最重要這一張可以看得出來它的掛載 它的雷射導引彈 它的掛載還蠻多的 還有空優的系統 還有空優的系統 我們看的暴風也很簡單 大家看這個 這個是方形的 方形的進氣口 進氣道 雙發弄機雙發 這個性能非常的好 但現在我們知道它正在剛起飛完畢 起落架正在收檔 正在收起當中 迫論也在往向後翹起來 準備在收 我們可以看出來 它的籌載量 這個非常適合做戰場密接之源作戰 還有戰場主角 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這是它對地轟炸的外型 現在就是說 烏克蘭軍隊希望能獲得這暴風的戰機 這暴風戰機能夠對俄羅斯的地面部隊 坦克部隊 或者是重要的 資重的這些部隊 實施戰場主角跟密接之源作戰 做打擊 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是暴風戰機 當然英國也有颱風戰機 法國有飆風戰機 都喜歡用有這些風的這些名詞 那我們從另外角度來看 這個暴風戰機的這個狀況 這個非常的情況 這個前面有壓抑 換句話它的靈敏度是蠻高的 前面有壓抑 後面是三角翼 最重要的它下面的籌戰 有空幽的 空幽的 還有一些這些空幽的 這些空對空的飛彈 還有這個對地做戰場主角的炸彈 雷射導引彈 還有我們講到的這個電視導引 就是影像導引的飛彈 可以看到 而且它有前後掛載 它不是只有單一掛載 它有前後掛載 而且前後掛載 它有富士掛載 它不是一個拍龍架 只掛一個彈 它只有拍龍架 一個掛三個彈 它這個只是掛一個彈 所以看出來 這個颱風戰機 這暴風戰機的這個狀況 具有這個戰場打 戰場主角這方面的功能 另外一個我們可以知道 就是颱風戰機 看得出來 又是另外一型 這還有空中加油的設備 這是法國的 這邊看得出來 有法國的國徽在這個上面 這個是中長程的空對空飛彈 還有這個短程的空對空飛彈 這個清楚的 這個是這個我們可以叫做魔法飛彈 這是雲母飛彈 這個看起來就好像是流星飛彈 可以看得出來三個多怪 這個戰機的這個打擊能力也是蠻強的 這個法國的飆風戰機 包含印度也想法國買飆風戰機 中印邊界有緊張衝突之後 印度也向它立刻持空中加油 從法國立刻緊急交貨飛到印度 加深將它的邊防的空中空拳制空的能力 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現在烏克蘭也向法國提出來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這個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這也是法國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這三角翼 法國喜歡用三角翼的飛機 可以看得出來 下面的掛載 這雷射導引彈 雷射導引彈非常的清楚 看得出來這個 那我就 因為這飛機介紹了非常多 同樣的 這個 烏克蘭也向美國要F-16 F-16戰機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F-16戰機 布蘭也有F-16啊 德國也有F-16啊 法國沒有F-16 英國沒有F-16 他們有 英國有F-35 但是英國沒有F-16 他是用颱風 那個暴風戰機 颱風戰機 法國是用標風戰機 跟幻象戰機 很清楚 但是現在他也像 美國總統拜登也講了 可能會適時的提供烏克蘭空軍F-16 他飛行員如果緊急培訓 一個成熟 玩訓 曾經有飛行經驗的這些飛行員 換裝F-16 四個月就形成戰力 四個月 我也飛過F-16 F-16也蠻好飛的 這飛機真的是蠻結實 蠻堅固的 人飛得好累 飛機還很好 這飛機速度又快 性能又棒 又靈活 載蛋量有大 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烏克蘭向美國 要求提供兩到四個中隊 烏克蘭呢 一個中隊12架 兩個中隊是24架 那四個中隊48架 他是向美國希望能夠提供 美國能夠提供24架到48架的F-16戰機 那美國到現在已經在美國的空軍基地 已經開始培訓少量的烏克蘭的戰機飛行員 就是F-16 那什麼時候送他飛機 什麼時候送到前線 那到現在為止 目前還沒有 還沒有具體的這方面的時程跟數量 因為烏克蘭要的是24架到48架 美國在這方面到現在目前為止 沒有任何這個數據可以看到 美國要提供烏克蘭多少F-16 F-16是好飛機 現在同樣的烏克蘭的飛行員少量 不是多量 少量的飛行員已經在美國受限F-16 如果真的完訓的話 我相信在那個烏克蘭戰場 那個烏克蘭在空優 空中打擊力量能夠增強 在俄羅斯要面對另外一方挑戰 不然就要雙方的拉鋸戰 持久戰 消耗戰 彼此這個仗還有得打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 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 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我們不放棄 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這個APP好貼心 中天的新聞 直播和節目全都在裡面 一致滿足